针对当前缅北设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形势,中国公安部持续加强与缅甸执法部门的国际警务合作,就在2024年1月30日晚上,缅甸警方依法向中国公安机关移交了白锁城、白英仓等6名缅北国敢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,和另外4名重大犯罪嫌疑人。 此次行动,是中年两国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,取得的又一标志性重大战果。 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,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。 2023年以来,缅北设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,由此衍生了偷渡、非法拘禁等一系列犯罪活动,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, 部署云南等地公安机关,持续推进边境警务执法合作,连续开展多轮打击行动。 老黄瓜树立了2023年,公安机关打击缅北,设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节点。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。 2023年9月,在公安部和云南省公安厅的组织部署下,西双版纳公安机关,依托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构,与缅北相关地方执法部门,开展联合打击行动,首次抓获,并向中方移叫1405名,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。 打击行动取得了重大战国。 2023年10月,公安部发布消息,打击缅北设中国电诈犯罪在天新战国,706名电诈犯罪嫌疑人,分三批移交中方。 2023年10月14日,云南普尔公安机关,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,开展边境警务执法合作。 2349名中国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,被移交中方。 这是开展打击缅北设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以来,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次,其中包括网上载逃人员111名。 2023年11月12日,中国公安机关对缅北善邦国感自治区,老领导明学昌等人,发布通缉令,公开悬赏通缉缉北家族犯罪集团重要头目。 11月15日晚间,明学昌自杀身亡,接子女、明国平、明菊兰、孙女明珍珍于次日到岸移交中国。 2023年11月16日,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,缅甸明家的明国平、明菊兰、明珍珍三人,被成功抓获并移交中国公安机关。 当日,接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通报,缅甸2023年11月15日晚上,组织对明学昌进行抓捕。 期间,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。 2023年12月10日晚上,中国公安部再度发布重磅通缉令,最高悬赏50万,通缉10名缅北电信网络诈骗头目。 其中不乏多位缅北四大家族成员,白家、魏家,以及以国敢首富刘正祥为首的刘家,均在名单之列。 在外交部和中国驻缅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下,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赴缅甸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,工作组与缅方进行多轮会谈磋商, 就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,全力击捕,并移交电信网络诈骗集团重要头目等,达成一致意见。 随后,缅甸警方陆续抓获了中国公安机关公开通缉的,白索成、白英苍、魏怀仁、刘正祥、刘正茂、 举老发六名犯罪嫌疑人、白英蓝、魏荣、魏清松、刘吉光四名犯罪嫌疑人,仍然在逃,为坚决彻底铲除缅北。 涉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毒瘤,公安部与缅甸警方,持续开展执法安全合作,云南公安机关不断深化,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的边境警务执法合作, 在前期持续不断打击下,截止至目前,已有4.4万名,缅北涉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,移交中方,集中幕后金主,组织头目和骨干171名, 网上载逃人员2908名,有力打击了境外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,打击工作取得历史性重大战果, 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此类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,不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, 持续击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,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切实维护边境安全稳定, 长期以来,缅北国干自治区,以白锁城,魏怀仁,刘正祥,徐老发等为首的多个犯罪集团, 大四组织开设诈骗窝点,公开武装护诈,针对中国公民,疯狂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,诈骗数额巨大,同时涉嫌故意杀人, 故意伤害,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暴力犯罪,犯罪情节极其恶劣,社会危害极其严重,人民群众深恶痛绝, 2024年1月30日晚上,在云南昆明长水机场,白锁城,白鹰仓,魏怀仁,刘正祥,刘正祥,徐老发等, 十名缅北重大犯罪嫌疑人,被中国公安机关成功押解回国, 我敢长期被四大家族把持,横跨军政商三界,缅北地区多指缅甸东北部, 毗邻中国的善邦和克金邦地区,地处著名的金三角范围之内, 因其特殊的历史、政治、地理等原因,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, 因殿诈园区集中被清剿,受到外界瞩目的国感自治区, 隶属缅北善邦,早年是中国领土,属云南省管辖, 1897年,国感地区被清政府割让给缅甸,基于地缘、文化、民族系统等原因, 与云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缅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, 常年有少数民族武装势力把持,国感如今声名在外的四大家族, 其历史要追溯至上世界,1931年,在红石头河,国感王彭家生出生, 彭家与当地土司联姻,势力强大,彭家生是彭家长子, 因不满当地民族歧视,早期创立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, 寻求地方自治与缅甸政府军对抗,1989年,彭家生与缅甸政府停战, 缅甸政府承认国感的自治地位,彭家生任缅甸善邦第一特区主席, 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总司令,自此,国感处于彭家制下, 2009年,国感地区爆发八八事件,缅甸军队与彭家生部队发生冲突, 彭家生的副手,军队副司令员白锁成,及高级军官魏超人刘国喜等人叛变, 至彭家生流亡海外,白锁成、魏超人、刘国喜和刘正祥四家, 瓜分了彭家的势力范围,国感地区,从此由四大家族势力, 把持军政要职,同时垄断矿产、国财、地产、商贸等行业, 2020年,刘国喜去世,其家族势力,逐渐被以明学昌为首的明家取代, 明学昌早年亦曾追随彭家生,在八八事件之后, 被缅甸政府任命为国感县长,长期与白家交好,曾任国感自治区副主席, 2019年以来,随着国际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网络诈骗, 皆产业链逐渐向缅北聚集,起初国感家族势力仅出租土地, 或以干股为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提供保护, 后发现电信网络诈骗具有高额利润,最逐渐创立自己的诈骗园区, 今年缅北电诈发展尤为猖獗,在国感, 几大家族表面上,以地方老领导的身份,强调要治理电信网络诈骗, 但私下为争夺地盘,人员,却不惜火拼, 据国感当地媒体报道,国感首辅老街曾多次爆发枪战, 就在明学昌被中方公开通缉之前, 老街还曾疑似因转移电信诈骗园区人员,爆发冲突, 白锁城家族,长期从事赌博、电诈和房地产业务, 旗下苍城科技园,是著名的电诈园区, 其创始人,正是白锁城的二子白银仓, 这位90后的白家二公子, 他同时任家族企业百胜集团总经理, 我赶民兵大队大队长,和经济发展管理局副局长, 此前,中国社交网络曾流传, 多位明星拍摄视频, 为电信网络诈骗头目庆生, 其寿星正是白银仓本人, 此前被通缉的还有白家女儿白英蓝, 目前在逃, 她是国感博彩委员会副主任, 同时为家族企业新百利集团董事长, 据悉,新百利集团除酒店业务外, 同时涉足在线赌博业务, 为家话事人, 是为超人, 曾是彭家生创办的, 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的总参谋长, 在政权变更之后, 出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, 国感特区共产党主席, 国感自治区委员会委员, 其家族企业亨利集团, 业务遍布酒店, 娱乐旅游, 地产开发, 矿产开发, 黄金珠宝等, 按理则涉足博彩, 电信诈骗等非法产业, 网传其除了在缅甸开设诈骗园区, 还跨国布局至泰国, 柬埔寨等地, 此次押戒回国的魏怀仁, 是魏超人的弟弟, 魏怀仁手中握有军方势力, 魏家也是当地罕见的握有军权的家族, 魏怀仁控制缅甸政府军国感边防营, 魏国感自治区1006边防营, 监察委员会主席, 而此前同被通缉的魏清松和魏荣, 目前在逃, 魏清松是魏怀仁的儿子, 魏缅甸善邦国感自治区, 1006边防营监察委员会委员, 魏荣是魏超人的大女儿, 她是亨利集团董事长, 也被外界视为魏家主要继承人,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, 流传多个有关亨利集团宣传缆客的视频, 多介绍其酒店内景环境, 董事长魏荣, 已曾亲自出镜发布新年祝福视频, 前不久, 网络中还流传短视频片段, 多位四大家族诈骗头目, 出境忏悔劝魏家人尽快自首, 遣送园区内中国人回国, 其中就有魏超人的儿子, 魏荣的弟弟, 魏家二公子魏清涛, 网传, 他在2023年国庆节期间, 入境云南参加篮球赛事活动时, 被中国警方逮捕, 四大家族中, 被称为国感首富的刘正祥家族, 此次有两人被押忌回国, 刘正祥, 刘正祥为国感自治区委员, 城市发展管理局局长, 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, 是福利来集团董事长, 该集团于1992年创办, 对外宣称, 主要从事酒店、 商业地产、 金融等业务, 投资项目多元, 2009年, 国感地区爆发八八事件后, 善邦第一特区临时行政管理委员会成立, 刘正祥曾任财政部部长, 2011年国感自治区设立, 他先后出任自治区领导委员会, 第一、二届委员, 分管财政工作, 后出任国感工商协会会长, 刘正茂是刘正祥的弟弟, 在福利来集团担任执行董事, 此前一同被通缉的, 刘正祥的儿子刘激光目前在逃, 他除了在福利来集团任职, 还在政府任职, 为国感自治区卫生局局长, 相较于缅北四大家族, 此次压界回国的, 还出现了一位公众较为陌生的通缉人员, 徐老发, 有名徐发起, 他为国感西山区扎子树香香长, 同时是圣源集团的老板, 2021年12月28日,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, 曾公开审理议起, 涉及33名犯罪嫌疑人的诈骗, 偷越国境案, 诈骗的圣源集团, 当时即露出水面, 据法院审理查明, 2020年3月至7月间, 被告预谋等人, 以圣源集团的名义, 多次组织或缩使他人偷越国边境, 并长期, 以缅甸国国感老街的移动大楼帽窝点, 针对中国公民,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, 利用手机, 通过抖音, 微信, 钉钉, 异信等聊天软件, 以交友恋爱的方式, 诱骗多名女性被害人, 使用虚假网络平台, 进行所谓的充斥投资, 经查明, 该犯罪集团, 骗取20余名被害人, 钱款600余万元, 好了,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, 我是主播老黄瓜,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